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好了 从现在开始呢 小库就要开始弄驴了 他把驴赶在毛驴车架子那儿 把它拴上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出行的交通工具呢 就是坐毛驴车 小库 你们家这驴多少年了 跟我差不多 跟我一样 驴跟你一样 对 驴跟你一样 猴子 现在看到这驴 想到以前我们家那头驴 以前我们家棉花地里边要中根 全是我爷爷赶的那只驴过去 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 这驴 它都知道靠右边 它是始终它不是往左边走的 这叫阳光玉 虽然说我已经很黑了 但是晒晒身心会舒服一点 杀菌嘛 身上的毒太多了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黑 你知道吧 不是不睁着眼睛跟大家说话 而是这个一躺下以后啊 这阳光照在眼睛上特别刺眼 特别的难受 特别的难受 特爽 我们到到点了 面前来吃一片西瓜地 地是小库家的 但是瓜不是小库家的 没事儿 哎 这个瓜大 看到这几个瓜都挺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漂亮一点 我们现在看瓜 是长样子摘的 马上喷它熟的 第一个 它长这么大 它不一定是熟的 第二个 你要看它这个巴子 细点毛少 第三个 你要看这个屁股 屁股干了 不小心把它花给掰掉了 这个屁股 要看它屁股 干了以后 这个瓜就是熟的 这个瓜是一准熟的 把它摘了 你知道进了瓜地 给我第一感觉是啥吗 以前 我们小的时候 都是被看瓜的人 撵着 打着 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偷瓜吃 因为那是我们小小的年纪 儿童时代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会儿呢 怎么说呢 男孩子们都干过这件事 包括这股看视频的女 你肯定干过 只要你是在这个农村长大了 你觉得干过这件事 真的偷西瓜 这瓜最起码有个五公斤到六公斤了 拿西瓜的招牌动过 这个地方比较凉快了 那有个大的是吧 那边有个特别大的瓜 这个瓜 和我手里抱的这个瓜 哪个大 来来 直面的照 直面的照 肯定是这个瓜大嘛 对吧 来我们之后就开始吧 我们 蹲在这块地 最大的一块 一个西瓜方面 我要一会儿把这块 这个西瓜带回家去 吃它 没力气啊 实际咋 实际咋没力气 哥们儿的手 可以打七千多磅 来 吃关了 就得这样子吃 野蛮人 嗯 叫我把这板留给你 那么一笑笑你的 这么一单 你要乘坐是吧 不是我要照顾你 嗯 出门在外 我得把你照顾好呀 是吧 是 没办法 这个新疆的土质啊 气候 水分造就了 我们这边的瓜谷 给它端起来看一下 哎 哎 哎 这种感觉 就让我回到小的时候 知道 嗯 这物料是有馕就好了 有馕的话 把馕 放到这个里边来 吃好吃 嗯 嗯 嗯 这西瓜汁太多了 到了新疆以后 水果怎么吃 就得这样吃 幸福感 满足感 高兴 就得这样吃 说实话 我们俩已经吃成了 但是呢 我们会把这个瓜 打开的瓜没有吃掉 把它带走 毛驴还在那咳的呢 他酸酸酸在吃草呢 把这个瓜呢给他吃去 也可以呢 咱也不是浪费 对不对 好了 好了 谢谢各位继续关注 遇见西洋的你 这只西洋胖子哥 带你了解这只新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我们先走了 给大家说一声 自己瓜呢 咱呢也不能白拿人家的 十五块钱 买了这么一个大瓜 回去 给老爹老娘吃去 这个 农民种瓜 种地不容易 咱不能吃人家的不给钱 对吧 谢谢你 你还在工nik区 看你 你